國內從三月二十號起 確診輕症免通報免隔離 產檢工會今天又發布了最新聲明 因應指揮中心決議 三月二十號起 除非確診有併發肺炎 或是中重症甚至死亡 才需要通報 因此未來確診無症狀 或是輕症防疫檢不理賠 另外篩檢的條件也變嚴格 排除了家用快篩 需要臨床減體陽性 才符合理賠的條件 距離與病毒共存又更進一步 三月二十日起 確診新冠肺炎輕症免通報 也免隔離 指揮中心進一步說明 除非患者確診後 併發肺炎需要氧氣治療 或是併發其他病症 前往急診或入院治療 入住負壓或專責病房 這時就要由院方進行通報 也就是必須符合定義 才算是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的通報 對象 名副其實回歸到嚴重特殊性 傳染肺炎 確診者管理大幅鬆綁 民眾關切 若還有防疫險再生 屆時還能申請理賠嗎 儘管會直言 關鍵就看保險合約 是否約定為法定傳染病 等同宣告 不需通報的輕症 確診者恐怕領不到理賠 確診是說法定傳染病的話 就是要符合理賠的條件 前提就是法床 如果如果是法床與否 才是後面是理賠的一個 一個省座的一個條件 這個才是核心 這個保險本來就是這樣 沒有一定 就是有就是一個保障 我覺得之後確診的話 應該也比較輕症 也還好 用隔離他可能說得不到理賠 你會覺得這樣子就是 有點不公平 對 這邊不公平 產檢工會10號召開 常務理監視會議後 宣布根據指揮中心 最新定義 新冠輕症已經非 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 確定病例 不屬於法定傳染病範疇 因此自三月二十日起 若經診斷屬輕症者 保險公司一約不予以理賠 記者學林堅台報導